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设想北韓政变已经规划在两国边境设置奈尼营了 欢迎收看2014年5月5号的《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史哲伟 乌克兰的暴力冲突已经延烧到南部的城市 亲俄罗斯派的民众在黑海的城市奥德萨 跟亲政府的群众发生了冲突 暴动加上了纵火 导致了一栋大楼发生了大火 而美德两国的领袖紧急会商 扬言不排除对俄罗斯寄出更多的经济制裁 大火吞噬了建筑物正门出口 恶意纵火案件发生在乌克兰黑海城市奥德萨 由于火势太大 一楼又被封堵 许多民众直接从冷气窗口跳下逃生 民众被困在二楼以及三楼等待救援 围观群众合力抬起附近钢架 当成救生楼梯协助逃生 这一场无名大火造成超过两百人伤亡 原因在于当地亲俄罗斯民众 和支持乌克兰政府民众爆发冲突 这一起示威演变成的暴动 是乌克兰分裂危机发以来 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从乌克兰东部引爆的危机 没想到迅速延烧到南部 为了清除东部亲俄民兵势力 乌克兰政府入空夹急扫荡 没想到反而导致两架直升机 遭到极落罪毁 当地民众更是毫不领情 美德两国领袖紧急在华府会谈 梅克尔态度强硬表示 如果俄罗斯继续干扰乌克兰25号大选 就等着接受更多经济制裁 联国安理会也针对乌克兰危机 召开紧急会议 但是会议过程成了美俄大使 互相指责的战场 危机依旧悬而未决 记者周恩天 众位报道 乌克兰的情势越来越紧张 大约3000名支持俄罗斯的激进分子 4号冲入了南部大城 奥特萨的警察总部 群众拼命地用棍棒 敲打奥特萨的警政署大门 他们砸破玻璃 强行拉开大门 直接闯入警政署 攻击警署的民众 高喊警察是法西斯主义者 要警方快点释放他们在之前的冲突中 被捕的同伴 奥特萨5月2号爆发了激烈的警民冲突 造成了42人丧生 也使得当地的人更加的是不满警方 乌克兰的总理稍早前表示 奥特萨发生的冲突 是俄罗斯摧毁乌克兰计划的一部分 不可 不过乌克兰内部 俄罗斯民众的独立运动 已经从东部扩大到南部 流血冲突不断 乌克兰已经处于内战边缘了 而今天为您请到的点评来宾 是政大国关中心的研究员 严正深老师 严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老师第一个我想要请教的就是 乌克兰继续的发生冲突 这一次是从东部的城市 一直延烧到西部是南部的奥德萨了 为什么会扩散的这么的快呢 奥德萨其实是一个 本来就令人比较担心的地方 那俄罗斯如果今天把这个 我们讲说亲俄的分子 如果也让奥德萨独立的话 很可能乌克兰以后 剩下来的所谓的西乌克兰 大概就是一个内陆国家了 奥德萨是一个海港 我觉得就是它的重要性 可能几乎要跟这个克里米亚是相等 对乌克兰来说了 因为毕竟你克里米亚你的军港 已经被俄罗斯给租用了 所以对这个乌克兰政府来讲 这是一个战略更重要的地方 那其实那个地方的人 也是俄罗斯有大概不到两成左右 没有那么多 没有像乌东那么多 但是因为也是属于激进 那看了这个 我们可以这么说 看了克里米亚的情况 看了乌东的情况 看到西方或者乌克兰政府 大概也没办法做出太多的回应的时候 当然你就等于是间接鼓励了这些激进分子 开始来这个 我们叫鼓噪啦 或者说暴动来 希望也能够 也深是然后希望也能够有一天也能够并入到俄罗斯吧 OK那您觉得就是说 就是在台湾啊或者是中国大陆 我们可能都比较难以想象的 就是为什么两边都会有第一 两边都会有民兵 第二就是民兵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武器 当然武器我们像俄罗斯这边的 就是亲俄罗斯这边的 我们相信俄罗斯可能是有提供一些 那还有就是当年这个俄罗斯的人在军队里头 他们决定就是说不跟着乌克兰了 就是包括在克里米亚 就已经有点叛逃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 那乌克兰原来就有很多的武器在外面留 它是一个武器大国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 那乌克兰这边 我们相信也有可能西方国家 因为它还不是正式的 它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所以没有办法以一个我们说共同防御 collective security来援助它来介入 所以能够唯一做的大概就是 提供一些经济的援助 然后提供一些军事的援助 甚至提供武器或者帮它做一些训练 大概就是西方国家 不能明着讲 但是暗地才做的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武器 您觉得就是说乌克兰到现在 还算得上是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国家吗 我认为我们还在等它这个选举吧 因为毕竟乌克兰 这个克里米亚当初 我认为当时这个西方国家 在处理克里米亚的时候 很可能就没有处理好 因为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1954年以前 那现在拿回去 当时西方的态度是蛮强硬 说不承认它的公投 但是后来你也后续拿不出什么办法 那所以如果当时就讲好说这个是 就是说可以让它能够独立 或者说未来加入俄罗斯 但是要求这个附带的条件 就是俄罗斯必须马上要尊重乌克兰 整个的其他的领土主权完整 我觉得如果当时一开头就止血在那个地方 可能好一点 结果一开头又好像立场很强硬 在批判 到最后又提不出真正的办法 只有一些制裁 所以让乌克兰真的是很难 来保护它自己的主权领土的完整 那对于乌克兰来讲 它当初认为说我1994年的时候 我放弃了核武 就是换的一个主权跟这个领土的完整 但现在没想到 现在真的是 刚才主持人讲的乌冬地区也好 这个奥迪萨这个地方也好 都有这样的一个 好像分崩离析的一个状况 那确实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来讲 你没有办法捍卫 你的对抗的对象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俄罗斯 是很难 除非今天西方国家完全力挺乌克兰 否则我觉得乌克兰是有面临一些危机 但是如果今天乌克兰的下一任的总统 选出来的有一个智慧 能够跟俄罗斯达成一个协议 就是维持着它的领土完整 然后尊重乌冬地区的自治 跟尊重俄罗斯人的语言文化等等 在乌克兰想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机会的 你觉得这个机会大不大 这要看他们能够提出什么 就是来换这个东西 因为毕竟如果说西方国家也是力挺 然后你又选择一个 不是明显上是偏西方的总统的时候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因为俄罗斯也不希望乌克兰 就是变成一分两半 那如果真的只有西部的乌克兰 那他一定是加入北约 加入北约的时候 北约的部署搞不好就一路到了 这个俄罗斯的边界了 那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讲 也是一个军事上面 也是一个大患 我认为俄罗斯还是希望有一个缓冲区 有一个中立的国家 我们最愿意看到 我相信今天国际社会愿意看到的是 乌克兰干脆就成为一个中立国家 不在东西两方中间 然后成为任何一方角力的一个工具 如果说我们在讲这个乌克兰 现在这个状况 乌克兰的政府呢 他们已经是吃了衬托铁了心 然后用武力要收回这个东部十几个 被这个亲恶分子所占领的城市 你觉得用武力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强行的收复 算不算得上是一个明智之举呢 我认为最明智的还是透过外交 我认为他们应该是跟西方国家合作 然后给俄罗斯压力 就是说回头说我们愿意承认这个克里米亚的公投 然后我们愿意来大家共同努力维持这个乌克兰 主权跟领土的完整 这个如果说今天是来自于普廷 来自于莫斯科 他们给乌克兰内部俄罗斯人的一点点压力 说希望你们不要再追求脱离乌克兰 而是追求在乌克兰里头 想有更高的自治权 想有更高的这个文化跟这个语言的等等的 这种权力的话 我认为当莫斯科不明着来挺他们的时候 这个机会比较大 那现在你看到的是普京也好 或者说莫斯科的俄罗斯态度有点暧昧 就等于是好像在默许 又有点在间接地在鼓舞 那我觉得这个样子的话 乌克兰境内的这些俄罗斯 说俄罗斯语的或俄罗斯人 他们就会继续不断地在鼓噪 好的 继乌克兰东部大臣之后呢 这个乌克兰的南部大臣 奥德萨也爆发了武装的死亡冲突 乌克兰情势至此 还算得上是一个国家吗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刚呢我们在看这个新闻短片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Angela Merkel 他在白宫呢跟这个美国的总统奥巴马进行会晤 而且呢还谈到了这个有可能对这个德国 有可能对俄国呢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制裁 德国在这个中间的角色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我认为德国目前看起来是战时都是力挺美国这一方 但是如果我们看德国本国本身他们做的民意调查 大概有四成九的德国人是希望德国站在美俄中间扮演一个关键的这个中间的条人的角色 那大概有四成五是认为要亲西方 那所以看起来其实梅克尔现在好像在稍微少数这边一点 就表示说德国人对他们在这个危机当中他们的可以扮演的角色 我认为是跟梅克尔有一点点小小差距的 那梅克尔也应该可以看到这个 因为毕竟就是如果我们看欧洲这些国家 英国当然不用问就是亲美的比较亲美的 那法国现在在这个欧洲毕竟没有德国的这个举足轻重 那跟乌克兰最近的一个国家波兰 那波兰可能跟乌克兰有些关系 可是他毕竟也被认为是相当亲美 他对俄罗斯也有些戒心 而且他的这个地位没有那么高 所以最能够在当中做条人的应该就是德国了 所以看到德国人也 我相信对他们对自己也有一点信心 认为说不能完全倒向美国 而是能够在俄罗斯跟美国中间 扮演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 然后能够来化解这个危机 我相信德国和过去自己的经验 应该可以给普丁做个借进 比如说二次大战之前 我们看到希特勒 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在捷克的Sudato Land 他把他拿下来的时候 那张伯伦那个时候的英国认为说 好这块给你我就不再拿了 希望你不要在哪 结果马上德国又并吞了这个奥地利 整个捷克 整个捷克 那这个的状况 到最后引发大战 结果德国还是输掉 所以我认为今天 如果俄罗斯 你已经有了你的那一块 那个克里米亚了 那如果你再要贪心 在哪的时候 很可能会再引发 真的跟西方直接中途 最后的结果不见得对德国 俄罗斯一定有利 当然可能对西方来讲也不好受 但是俄罗斯不见得会在这个地方站上上风 所以德国应该把他自己的经验 来跟俄罗斯谈一下 就是你已经有了你该有的东西 那我们把乌克兰变成中立 也有你所谓过去我们讲希特勒讲的 势力范围也好 就是说至少你不是势力范围 也是一个你有一个呼吸的空间 把生存的空间 因为乌克兰如果变成是完全清新西方 一分为二 那我觉得说你即使拿掉了东边 那可是让这个东西的对抗 这么这么白热化 我觉得并不是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也不是好事 对那您觉得就是说 德国人如果用这样的一个 过去的这个战争的历史 来跟俄罗斯人讲的话 俄罗斯人心里的感受会是怎么样 当然就是俄罗斯一定觉得说 你们那个是侵略 我们这个只是在维持 我们原来的国家利益 而且但是不要忘记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当时德国人用的理由说 我要保护在捷克的德国人 那奥地利当然也是说德文的 他们有这个同文同种的这些 那俄罗斯在一次大战的时候 也是说我要保护塞尔维亚境内的 这个说斯拉夫语的人 在这个我们讲说在奥匈帝国 在这个土耳其境内的这些 那当你做了这些承诺之后 你等于是间接鼓舞他们来烧闹事 那就以防了一次大战 俄罗斯当然一次大战 也跟德国冲突过 二次大战也跟德国冲突过 我相信俄罗斯也不见得愿意 再跟德国或者美国一起有个冲突 所以德国的经验应该对俄罗斯 是有一些帮助 但是现在就看普京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如果还是执意要把东乌克兰拿下 我认为最终有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您觉得普京是真的是已经决定 要把东乌克兰拿下来了吗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他今天就是做一个大的动作 然后希望西方国家能够在别的地方让步 最终我个人的观察还是认为说 乌克兰应该是一个缓冲 乌克兰应该是一个中立 乌克兰应该是一个像白俄罗斯一样 就是介于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 这样的一块缓辖区 如果说今天北约或者西方国家 没有像过去 就是他们过去承诺过说 我们不会把这个北约或者欧盟东扩到你的边境来 但是后来还是贸然去做 因为完全不管俄罗斯的感受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要注意到俄罗斯感受 他们也应该要出来讲话 西方国家也说 我们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我们不会让乌克兰进入欧盟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西方国家要出来讲 是 你觉得这个乌克兰啊 就是如果说这个 现在这个普丁已经受到授权了 就是Duma 就是俄国国会的授权 就是说如果这个乌克兰境内的俄国公民的利益 受到威学的话 他是可以出兵干预的 您认为这句话 这个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我认为当然如果说 真的是很明显的大规模的俄罗斯人 譬如说被我们讲说种族屠杀好了 或者说种族灭绝 那当然他会介入 但现在看起来刚刚跟主持人前面讲的一样 双方就提供两边的民兵 在进行一个代理人的大仗 就是他不直接对抗嘛 对不对 俄罗斯也不愿意直接跟西方国家 或跟乌克兰政府对抗 那乌克兰政府现在透过民兵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不是实际在做 而是说民兵跟民兵之间 那这个东西让大家有一个回选的空间 我认为还有一个和平的一个契机 如果说是直接冲突以后就比较难了 那现在双方等于是在提供武器 制造一些事端 制造一些冲突 双方可以有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 双方可以有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 您认为就是说俄罗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像您所讲的 他现在是一个代理人的战争 可是站在西方的角度的话 他可能不这么认为 像这个美国的国务卿Carrie 他就已经明明白白地讲了 这些人根本是俄罗斯在后面鼓动 然后骚乱 然后声势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也就像刚刚我们听到 这个梅克尔跟这个德国 跟这个美国的总统欧巴马在讲的 可能要对这个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制裁 所以你觉得这个代理人战争 这个说法本身 西方国家相不相信呢 西方国家只能就是说 就是把他的话说 好你这么说我就姑且这样子来相信 但是实际上他们不能相信 当然不可能相信 一定会觉得说俄罗斯在后面在鼓励 但是你只能这么讲 就是说让俄罗斯有一个下台阶 就是今天他只是获得了一些支持 并不是完全是俄罗斯在真正的在介入 我觉得你西方国家 如果要跟俄罗斯谈判 或者来进行怎么样 让乌克兰这个危机能够化解 一定要留一个这个回转的空间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回转空间 就是说是这个民兵自己在弄 那他们有可能会获得一些武器 可能是从过去乌克兰的军队 或者当年俄罗斯这个苏联解体 就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你只能用这些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是同情 乌东的这些俄罗斯人 他们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人 然后在俄罗斯提供他们一些东西 你政府当然绝对不会承认 对您觉得就是说 现在有美国有共和党的议员 当然就是跟欧巴马是站在对立面的 就是认为说呢 这个美国呢 应该要军援乌克兰 从这个角度来看 您觉得这个军援乌克兰这个说法 会不会有点太过于冒险了 我认为说 现在应该要等乌克兰总统选环吧 你乌克兰如果说是一个北约的成员国 我觉得没有话讲 但是乌克兰又不是一个北约的成员国 而且第二个就是乌克兰今天面临的状况 是不是英国 法国 德国 欧洲国家 欧盟 他们有一个什么态度 我觉得美国也要做一个协调 美国现在从我们上次看那个北非的状况 利比亚的情况出来的时候 美国也是躲在法国跟英国他们后面 做一些援助而已 而是由法国来主导 我认为今天美国在乌克兰这个事情 如果说有任何的东西 德国梅克尔总理决定要站在西方的这一边的时候 那美国也可以躲在德国的后面 做一些暗地的支持 而不需要抢猪头 我认为美国在这个场面上 这个危机当中 跟俄罗斯直接冲突对美国也不好 您觉得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吧 这个西方国家在这次的整体的乌克兰事件上面 他们的影响力能不能算得上是少得可怜 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外交手腕没有那么的卓越 我觉得是影响力是少了 因为他们低估了这个俄罗斯在普京 从再次回到总统职务上 他所看到的一个比较强大的俄罗斯 重返过去荣耀的一个俄罗斯 第二个还是说西方国家 真的是他们自己会认为 他有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考量 有他的这个势力范围 包括美国认为说这个西半球 拉丁美洲门罗主义是他的范围 这个欧盟也认为他有一些这个共同的一个利益 那俄罗斯同样也会担忧 我觉得西方国家是完全低估了俄罗斯 这么几百年来 你应该对俄罗斯历史很熟 他们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呼吸的军港 第二个他们要有一个跟这个西方国家 中间一个缓冲的地区 那这些东西看得到的 他如果今天没有的时候 然后你又不断的在往东扩 包括五年前六年前在乔治亚的情形 包括现在在过去这些年来在乌克兰 你好像一直想要围堵俄罗斯的时候 当然会遭到反弹 那你又没有这么强烈的这个执行的这个 就是围堵的决心 那何必要去做呢 好的 非常谢谢这个老师对于这个乌克兰问题 所发表的见解 而休息一下以后 我们要来看的是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首度以总理的身份前往非洲访问 夫人陈宏随行也成为了外界的焦点 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和首度出访的夫人陈宏 首度访问伊索比亚 奈及利亚 安格拉 还有肯亚等非洲四个国家 此行将聚焦经贸合作 中非还将签署近60份的合作文件 项目涵盖了石油 经贸 文化 农业 卫生 与基础建设等等的领域 而去年中非的贸易总额达到了2100亿美元 大陆在非洲的企业也突破了2500家 为当地创造了10万多个就业的机会 而除了经贸议题 李克强在行前接受非洲媒体联访的时候 也表示 大陆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则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都面临了发展经济和现代化的紧迫性 同时 李克强的夫人陈宏 本次也首度的陪同出访非洲 成为另外一个媒体关注的焦点 好 我们看到这一次老师 这个李克强的非洲行 是他当国务院总理来的第一次 但是也是第一次带着他的夫人陈宏一起随行 然后这就是大陆的领导人 我们看到了彭丽媛随着习近平 然后陈宏随着李克强 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第五代领导人出访的特色 您怎么看 我觉得也看夫人本身的条件 那当然过去我们也看到江泽民 胡锦涛也带过他们的夫人 但是都是去美国比较大的重要的访问会去 那在非洲时候我们就比较少看到 那习近平是比较不一样 那彭丽媛有他自己的事业 同样李克强这个夫人杨宏也是 他也是这个教授 美国文学的教授 所以他也是一样 有他自己独立的一个这个事业 然后有他自己自己的一个成就 跟彭丽媛一样 那这种情况 人家就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花瓶 我觉得然后他们又能够有一些外语的条件 然后有一些特殊的专业 可以出去跟人家来交谈 我认为这个是当第五代的领导人 他们的这个配偶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教育 不同的这种视野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在中国的外交这个工作上面 是有一些贡献的 对这一次呢 这个李克强他是去了伊索比亚 然后这个奈及利亚 肯亚以及呢 这个安格拉这四个国家 您觉得这四个国家 您是非洲专家了 那请告诉我们就是说 这四个国家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来讲的话 他有什么重要的地方或特别的亮点 我觉得这四个国家 第一个当然你到伊索比亚 因为刚好伊索比亚又是非洲联盟的总部 这个阿迪萨巴巴首都这里 所以大部分都会去 那第二个他要再下一个去奈及利亚 奈及利亚是非洲的第一大国 不仅是人口 它是超过了这个 这个160亿 170亿的人 1.6千万人 就是非常多的人 那然后再加上最近 做了一些经济调整之后 它的整体经济已经超越南非 是整个非洲的第一大经济体了 所以奈及利亚是中国大陆 这个不仅是这种资源来往的一个国家 也是一个商务来往很重要的一个伙伴 那奈及利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石油输出国到大陆 那下一站的安格拉更不必讲了 它是整个非洲对中国大陆输出石油最多的 大陆在安格拉的石油利益是非常多 然后最后一站的肯亚那是在东非比较一个新兴的一个 也是在发展石油 那而且是在这个东非 这个比较经济在蓬勃发展的一个国家 所以看起来它从这个东非的这个伊索比亚开始 到了西非到了西南非再回到东非 那这四个国家都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后面看到的是在这个之前 美国的国务卿凯瑞才刚去非洲 也去了伊索比亚 有点较劲的味道 当然他后来去了南苏丹 也去了安格拉 然后去那个这个刚广民主共和国 所以两个人都去四个国家 有两个国家是重复的 我认为就像去年习近平到了非洲 后面欧巴马就去 等于我们讲在台湾选举的一样 再去扫一次 那这一次是这个凯瑞先去扫了以后 这个李克强再去扫一次 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中美之间的较劲 但是中国确实像刚才我们前面看到这些报道 中国在非洲的贸易 在非洲的投资 在非洲的企业的经营 在中国人在非洲的数目 都是一路在上升之中 所以确实他已经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然后对非洲的影响力 我想现在绝对是超越过美国跟欧洲国家了 对 这一次李克强出访 他要签署60项的各项的这个文件 而且是涵盖了各个的面向 那其中的最令人注意的就是说 根据大陆媒体的说法 他的访问的核心会是以经贸合作 和金元非洲作为这个中心点 您认为这背后透露了什么样的战略思维 大陆经营非洲 其实从1963年64年 他们这次刚好就提到说 是周恩来去非洲访问50年 开始这样一个友好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其实中间有中断过 就是周恩来去了 然后下一个所谓的重要的人物去 是1982年赵紫阳去 然后再完了之后 比较最终的应该是1996年的江泽民再去 所以但是周恩来在这个50年前去的时候 提出这个和平共处的原则 包括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完整 然后相互的合作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 我们讲和平共存 然后互相的一些在这个 不干涉内政这些原则 老早都立定好了之后 让大陆跟非洲的关系 可以用那个和平共处五原则 50年前在非洲适用 其实他大概几乎是60年前 在万龙会议提出来 然后在非洲再重复之后 到现在大陆还是用这个原则 包括不干涉内政 所以他既然谈到不干涉内政 大陆在非洲的政治的角色 就比较少一些 所以他都是强调经贸 那江泽民在1996年去的时候 就提出要成立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就提供各种的援助 各种的这种技术的也好 资金的也好 甚至是投资 所以我们看到1990年 江泽民提出这个构奖 然后2000年他们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 那这个每三年办一次 现在已经办了五届了 那这个这整个中非合作论坛的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大陆不断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进行跟非洲的各种的合作 跟这个援助 所以李克强现在这次签的这些东西 已经都是很多都是在他中非合作论坛 上一次在北京举行的时候 他们已经强调过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更重要的是他在经营大陆 在经营非洲的时候 不仅在2006年提出了一个 中非这个政策的 中国对非洲政策的白皮书 2010年2013年都有特别再提到一个 中非经贸合作的一个纲领 换句话说大陆是做这些东西 还是有一些依据的 就是他每两三年会提出一些 这种paper文件 然后希望朝着这个来做 那我们现在看的 我想大概我们可以做一个最大的对比 应该是说凯瑞去非洲 是在干嘛 他都在批评人权的问题 包括他到南苏丹 希望这个南苏丹的内战不要扩大 然后担心的是这个内战 演变成这个对这个族群的这个种族灭绝等等 然后到安格拉 他也还是会强调一些人权的议题 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去 虽然美国是要处理他们跟非洲的经贸关系的 但是最主要还是要处理一些政治的问题 那大陆有一点点我个人认为是说 他应该是一个大国了 他应该要处理一些政治的议题 他现在就躲在这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之后 就完全不碰你这些这个政治的议题 就直接只单独处理经贸 所以也会让这一次李克强出访非洲 跟过去所有大陆重要的领导人 习近平也好 胡锦涛也好 温家宝去访问非洲 都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一定会有媒体 特别是西方媒体说 大陆就是新子民主义 那李克强这次又要来 再一次说我们不是 我觉得这个除非今天大陆可能在非洲 在政治上面 在国际的冲突上面 能够扮演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 否则永远好像要背这种经济的帝国主义的黑波 好 请跟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新殖民主义好了 新殖民主义就是说 过去英国法国是殖民母国 那现在中国大陆不需要正式来 这个并入 把将这些国家纳入成为中国的殖民地 但这些国家的经济 这些国家的一些贸易 或者甚至投资 甚至基础建设都要仰赖中国的援助 那然后中国透过这些援助 能够来换取他在这些国家 这些天然资源 能源 矿场 这些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成本 所以让大陆可以赚取这一些的利益 那这个是现在大家最批判最凶的部分 对 那您认为就是说 现在大家批判最凶的这个部分 大陆在可预见的未来 就是它自在于这个不干涉第三国内政的这个前提之下 它是基本上是不太会碰触的 它应该是就是说 比如像南苏丹 南苏丹其实中国大陆在那里 很大的一个石油利益 可是你碰到现在的内战 努尔族跟丁卡族这两个 各有代表 各勇气组在那里打内战的时候 中国大陆角色是很尴尬 它应该是希望还是和平 对它也有好处嘛 也不会影响它的石油 这些南苏丹的石油出口 或者影响到大陆未来 从这个南苏丹进口石油 但是因为有一个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所以它几乎是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 有任何智慧的余地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吃亏的地方 它应该去考虑 但是它是不是有透过这种经贸投资 来换取它取得这些资源的这个机会 我认为当然是有 但是难道欧美国家不是如此吗 过去美国英国法国 甚至有一些我们认为 这样还不错的欧洲北欧国家 他们也是透过援助 来换取一些矿产的这种开采的权利 所以我认为大陆不是完全 它不是唯一的 就过去也有这种情况 只是这些非洲国家 过去在这个21世纪以前 跟欧洲国家来往的结果 看起来经济并没有改善 但是现在过去这十几年 大陆在非洲这么积极的经营 结果非洲看起来好像是经济 也有些起飞 他们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是远远超过全世界的平均 所以大家都现在看到非洲 就想到是成长中的非洲 那虽然贫富悬殊有很大的问题 但起码它有在成长 跟这个上一个世纪 美国英国法国 在主导非洲的时候 完全没有看到有经济成长 我觉得这一点 大陆应该还可以有一些 辩护的一个余地吧 是 您认为就是中国大陆 跟西方国家未来在这个非洲 会不会有某种程度的竞争关系 还是这竞争关系已经发生了 我觉得大陆已经赢了 那只是说今天 它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结果 包括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在非洲 那跟当地的人竞争 引起了一些摩擦 那这个是包括温家宝 去访问非洲的时候 他说我们都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他也管不住他自己的 这种老百姓 对不对 譬如说他可能之前在非洲 帮国英企业做几年事情 后来认得了当地人 建立了一些关系 他做完这一个 这个两年或三年 这个合约以后 他就自己留下来 自己拉生意 自己来做了 做了好了以后 又把他家乡的朋友 拉过来做 结果因为他有这些关系 他做了还不错 然后呢 又因为他有很这个进口的来源 从大陆进口这些东西很方便 所以他做卖的卖的价格 可能比当地人更更划算 所以他会把当地的小生意会打倒 譬如说像在坦尚尼亚 他们就是他们的五分谱 现在说不让大陆人去那边摆摊了 因为太厉害了 所以这一方面的冲突 我认为是会有 那大陆这样大的这种企业的这种 我们讲工程的计划来讲 跟法国人去同样去竞标的时候 大陆少百分之四十啊 是 因为大陆的成本比较低的原因是 他们的工程师不需要住五星级饭店 他们工程师就住工僚的 然后呢 又能够帮你保证 把这些东西很快做完了 我觉得如其完成 那让非洲的领导人认为说 我今天把这个工程交给大陆 我一定看得到成果 那虽然大陆可能聘的人 很多是大陆人 而不是当地的人 没有创造太多当地就业的机会 但至少这个成果我看到了 像这一次李克强要去访问的 这个非洲联盟 然后凯瑞也去了 这个非洲联盟的这个总部 现在这个parlament就是大陆盖的嘛 所以大陆可以在这一些方面 真的是帮助非洲很多 但是我们希望看到是 那非洲也透过这些机会 让自己能够学习到更多 把他们的经济弄起来以后 他自己也可以来掌握 他的天然资源 他的矿产 然后能够来发展 而不是以后就是说 完全依赖大陆的援助这样子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 北韩的局势真的有那么不稳吗 因为根据日媒的报道呢 大陆设想北韩改变呢 会有政变 现在已经规划在两国边境 设置奈民营了 马上回来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进一步掌握大权之后 大陆开始转变 对北韩的政策 根据解放军内部的文件显示呢 专家罕见的假设 北韩在遭到外国势力攻击的时候 沙盘推演北韩陷入体制崩溃的危机应对 研究两国边境呢 要加强监视 还有设置奈民营等等的紧急方案 这份报道呢 是引述解放军内部的文件内容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是北韩呢 但是提到了我国东北邻国 还有世袭的周边国家等字眼 让外界很自然的就联想到 会不会就是北韩了 军方的专家假设呢 北韩陷入了体制崩溃的危机的时候 中方将会成立侦查小组 负责在中朝边境地区搜集情报 还有检查小组负责检查 进入中国的北韩人员 以及封锁小组负责阻止 北韩的危险人物进入中国 最后是呢 攻击敌对势力的火力小组等等 共同社指出呢 这份解放军的文件 是去年夏天所撰写的 显示解放军呢 已经正式展开危机惯例 然后呢 来应对政变等等的突发情况 回到现场老师 我们真的可以说是此一时彼一时 这个北韩跟中国大陆 曾经是这个最 最这个坚定的这个盟友和战友 还不要忘了当年的 抗美援朝的这个时代 那只不过这个兄弟之邦的 这个中国大陆跟北韩 为什么现在的关系好像越走 越有点不太对境 有点走位了呢 第一个当然北韩金正恩上台之后 他的一连串的作为 会让大家担心 一看的时候大家是觉得说 这个是个小孩子 后来发现他把这个张成泽给处死之后 他觉得说这个人是根本不可预测 那我觉得说 你有一个这么不可预测 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专制家族的一个领导人 那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让中国大陆陷入在一个比较 等于我说 陷大陆为余不易 这个是很有可能 所以大陆必须要做各种的这种预防的措施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第二个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也跟这个南韩的关系越来越近 包括就是说他们的经贸关系 包括他们的政治关系 所以当你跟南韩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说 你不可能就是说 去还是力挺一个 我们讲的英文叫erotic 就是说不晓得会出什么错的这样的一个政权 因为你毕竟这个政权 如果说今天发动什么战争 对南韩启动的时候 其实也会影响到韩国跟中国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说 不仅是这个领导人的问题 那也不仅是这个 还有这个南韩跟大陆之间的关系 那更重要还是一个国际体制 就是说大陆现在在亚洲地区或在全国 希望慢慢逐渐崛起以后 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但就有这么一个小兄弟在旁边 没事扯一些后腿 让你表现出来的 有时候你都管不掉他的时候 我觉得大陆真的是 变成是这个是一个 让他没有办法站稳在东亚 成为一个好好大国的 我觉得是一个扯栏无的一个小角色 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对您觉得这个预防的措施 我自己心里在想的时候 当然有一种方式是以守为主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文件 如果共同社的这个文件是正确的的话 他讲的内容是封锁边界 然后不让这个北韩的人进来 或者是只让有限的人进来这个样子 但是有没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以公为首 就是说派出解放军度过压绿江 然后设立一个前进的一个防线呢 我认为这个比较难 毕竟那个感情包括我们讲的说 抗美援朝怎么可能会再派军进去 除非当然今天金正恩说我这边有点乱了 邀请你来帮我来帮忙 否则这个大概不可能 我认为大陆也不是没有这种说以公为首 他希望培养张成哲这股势力 来过比较亲北京的 就居然被他被这个金正恩给猝死之后 让你怀疑说到底平朗这一边 他们跟大陆的关系他怎么看 譬如一个比较亲 不是亲美 也不是亲南韩 是亲大陆一点的 希望能够让北韩走出这种孤立 或者说希望能够北韩比较 走向越南一样 有一点开放 有一点这个来拯救北韩 现在的这种危机 这样的一个亲信会被处死 那我相信对大陆来讲 一定是现在是更那个 觉得说对这个北韩不能信任 当然我们刚刚看到的文件 好像是在张成哲出死之前 就有这么一个预备 那我自己研究非洲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东西会看 就是每个国家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有多少 就是譬如每年都会有评估 那有些国家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几的机会 三十几机会 大概就这么高 但是不要忘记 大部分都是非洲国家 但北韩也在里头 就表示说北韩这个国家的军方 如果当他们有高度的不安全感 像非洲我研究军事政变 会有发生个情况就是 他会先发制人 他认为我会被你猝死 他认为我会被你解除植物 我会被你整肃的时候 他很可能会先发制人 所以这个才是说 为什么大陆会担心说 万一有军事政变 那然后整个北韩乱的时候 会有难民潮 我认为大陆今天防的是防难民潮 逃过了这个鸭绿江 特别你要去想 在这个东北地区 有不少的这个朝鲜族 所以会让北韩的人觉得说 我度过这个鸭绿江 我还是有我的兄弟在 有些会讲韩语的 就是说这些朝鲜族 所以对他们来讲 并不是像说逃难到哪里去 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那大陆当然不能说 我的经济发展 变成你这边有这么多难民 进来会影响 会对我有些冲击 所以我认为大陆 现在这样预防是对的 您觉得就是大陆 有没有可能就是 邀请联合国来介入呢 我想大陆现在可能 能够做的还是说 希望北韩 就是说能够走回到 这个六边六方谈判 然后慢慢希望能够和平转移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别的这些极权国家 或者说封闭的国家 像缅甸 现在也慢慢开放 只有这个北韩 然后又还有一个 这么年轻的领导人 如果要这样持续下去 不晓得会有多久 所以我自己个人 是对北韩不是很乐观 我跟我的南韩的朋友聊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说真的是 他们大概只希望说 有一个军事政变 然后就让内部来崩盘 这个是唯一的可能 因为如果说是外面的力量 那他只会更铤而走险 或者发动所谓的 我们讲说民族主义的情绪 来对抗 他像现在你看他这一次 欧巴马去访问 我认为他们当然会 对这个自己有那种不安全感 就是欧巴马又去韩国 去挺这个普景辉 所以他用出来的话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说 快受不了了 他说这个普景辉 是欧巴马的妓女一样 讲了这个那么难听的话 我认为是有那种 高度的不安全感 因为发现他有在被围堵 甚至连中国都不那么信任他 如果他也知道 中国在这边防堵他 有这个难民 可能到这个东北的可能 就表示中国对他掌握的权力 也都不信任了 那这样的一个孤立的时候 我认为他做出一些 让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事情 这个是可能性蛮高的 您觉得就是说 如果北韩真的是因为 内部的政权崩溃的话 有没有可能加速两韩的统一 还是南韩自己也觉得很怕 他觉得说这个北韩的军队 有高度的不稳定性 然后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这个南韩的军队 开进去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 无法预测的后果发生 我觉得南韩过去 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一直希望 就是说 能够统一北韩的 然后到了90年代 看到德国的例子 又有一点退下来 就是说这个代价太高了 可是当北韩 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们可能是希望 你干脆崩盘 即使我今天 要付上一个代价 如果能够一次统一 而不会有未来再有危险 我问韩国人现在是愿意的 那当然也希望 大概有中国的合作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 因为确实 我们看到 在欧巴马访问的期间 北韩还是在继续制造事端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确定 不定时炸弹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那还不如现在把它处理掉 好的 今天就乌克兰问题 还有李克强访问非洲 以及北韩问题 我们非常感谢 这个政大国关中心的研究员 严正深老师 为我们所做的点评 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我是史哲伟 我们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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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